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過大陸的案件 這個案件說有一個50歲左右的婦婆 包養一個24歲的年輕人 本來包養人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這個年輕人可能先天不足 婦婆嘲笑她說她太快了 竟然為自己惹來殺身之禍 到底整件事的雷龍虛脈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看看吧 這個受害者姓姜 黑龍江人遇害那年51歲 她老公年輕時做生意 儲了很多錢 但是由於早幾年肺癌死了 然後她老公留下很大的遺產 姜女士就開始過無拘無束的生活 她首先做的就是賣了幾十套房產 剩下一套豪宅在上海 遠遠串串就是婦婆 而她經常出入上海各大酒吧夜場去找獵物 而她的獵物就是那些又年輕又年輕力壯的英俊 如果她看到合心水的 就會不惜用大價錢包養人 圈裏面每個人都會叫一聲姜姐 而她一次性同時養著十幾個男生 都是二十多歲年輕力壯又英俊 她是每個男生在市中心租了一套豪華公寓 她每晚就會在不同的公寓睡一晚 她人生都過得幾爽 直到2013年她在酒吧認識到王某 然後她深陷其中 姜姐認為王某是她第二春 也是唯一一個值得付出真情的人 為了王某她一腳踢開其他男人 而當時王某剛剛大學畢業 24歲面對帶自己30年的女人 她一開始很抗拒 因為這個年齡差距 姜小姐已經做得她媽媽 但王某的拒絕令到姜姐越來越興奮 還說到如果不拿下她的話 自己不姓姜 而姜姐在上海和王某買了一套公寓 也給了一輛百萬級的豪車給她 還經常帶著她出入各種上流社會和活動 就特意給她看自己的實力 最後王某就在姜姐今前超能力的情況下 屈服了成為她不知第幾任的男朋友 姜姐對她這麼好 要什麼都給她 為什麼還要殺人呢 起因就要由2013年跨年那一晚約會開始 當年王某認識姜姐已經有大概半年多的時間 姜姐雖然50多歲 但對性生活的質量有很高的要求 跨年那一晚姜姐帶著王某去到澳門 住當地最好的酒店 姜姐早上帶她賭錢 最後輸了二百多萬 然後晚上吃完東西就回酒店 那一晚姜姐就遞了一粒藥丸給王某跟她說 小王今晚看你表現 這粒藥和你加分 王某就不太想吃 就跟姜姐說 說這些東西我不需要啊 你相信我不過啊 跟著就說自己 今晚一定出盡全力 努力幹 陪著姜姐就說不需要吃藥了 姜姐聽完當然不爽 我預備了藥給你吃 你又不肯吃 跟著她說了一句話 到時你不行的話 不要怪我笑你 結果半個小時之後 王某喘氣地說要休息一下 這句話都未說完 就被姜姐一腳踢了下床 然後不斷罵她 核爛啦 不行就不行 還說不吃藥 當了三歲小朋友 這句話完全是踐踏了王某作為男人的底線 本來她就是看錢份上 才跟姜姐在一起 本來就不喜歡這個大嬸 平時對自己又打又鬧都算了 竟然連這些東西都侮辱她 那麼姜姐一路罵一路說 叫她馬上離開澳門 就說不想見到她 姓王的這個年輕人 就唯有趕最早的飛機 就回去上海了 心裏其實已經很討姜姐這個人 然後她發誓 一定要找機會加倍奉還 那麼自從那次吵完膠之後 兩個人就有兩個幾月沒有再聯絡了 去到2014年的3月 姜姐打電話給王某 叫她過來嘉慶玩 她在嘉慶就租了一套別墅 王某就很爽快地答應了 就說自己馬上會過去叫姜姐在嘉慶等待 王某覺得是個機會 走之前還特意拿了幾粒藥 她打算在床上好好地羞辱一下姜姐 為上次的逐客令報仇 而今次見面 由於在藥物的作用之下 姜姐對王某的表現很滿意 還特意稱讚她 說你鍛鍊身體 進步好大型 很滿意 去到晚上 兩個人就聊天 小王這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姜姐揮金如土的生活令到家產見底 這次是賣了上海的房產去蓋掃 去到嘉慶避難 聽姜姐的意思 她就想收回之前送給王某的車和樓 賣了過來還債 聽到她這樣說 王某當然是不願意 但嘴上跟她說 叫姜姐賭少一點 十賭九輸 早點收手比較好 怎知她說完這些說話之後 姜姐老收成爐 就說你算得是什麼 走來管我 老公在世的時候 她都不敢這樣跟我說話 之後王某就沒有再出聲 但姜姐依然不放過她 就跟她說 就說瘦死的駱駝給馬大 就算我怎樣不得也好 也有錢過你 你所有吃喝喝的全部都我給的 現在我想收回她 毛都不會留一條給你 姜姐之前就羞辱了她 作為男人的尊嚴 今次是侮辱她 人格的 想到這裏 王某握緊拳頭 好想對她的臉來幾拳 但想到豪宅 靚車 還有日常的開支 姜姐對她自己都算得上 好慷慨 好大方 於是又再忍了下來 本來以為鬧完 怎知姜姐還說了一句 你明白嗎 你在我眼裡有一條狗 你搖一條尾 我就給你吃 你如果對我大聲叫大聲廢 我就會要你承擔後果 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這個時候 王某忍不住 揭開一張皮 用對手 就捏著姜姐的頸 雖然姜姐又肥又大隻 但是 年輕人始終 年輕於27年 是捏到她不能還手 沒多久了 她就發現姜姐已經沒有動靜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她知道姜姐如果一醒醒 自己會面臨什麼後果 她就知道 在未知死活的時候 她就用床單 整成一條繩 又辣了幾分鐘 一邊辣的時候 一邊想 怎樣把姜姐的絲 處理好呢 別墅區雖然偏僻 但是附近 都還有幾條村 王某就開車出去 走幾個圈 在一個遠離村莊 和公路的爛屋裡 發現到一口枯井 看一個環境 應該沒有人 會去這附近的了 她回到別墅 首先 就把遺體處理好 放進去事先 準備好的幾個旅行箱 然後趁著夜晚 開車 就把她扔進井裡 做完所有的事 她就把別墅鎖了 然後封了鎖匙孔 開車趕快離開 安發幾天之後 有幾個小朋友 在井附近玩 聞到一陣很奇怪的臭味 回到家跟父母說 父母就去看看井 結果發現原來裏面有一條絲 而且好像已經被人枝解了 於是乎馬上報警 而警方去到現場看線索 然後對別墅區進行定位搜查 確認別墅是第一案發現場 然後還原死者姜女士的手機通話 和微信聊天記錄 然後警方鎖定王某 最終在案發一個星期之後 把她拘捕 王某被人拘捕後是認罪的 以及她說案情 就說到 姜女士的性慾很強 整天是把自己玩到半死 再加上之前那天對自己各種侮辱 最後在一路之下殺了她 這宗案件中 王某犯了兩條罪 第一是故意殺人罪 第二是侮辱屍體罪 因為她一開始確定不到姜小姐到底死了沒有 然後第二次用床單 再加上兩千重 如果第一次沒有死 第二次是罪名加重 然後有分屍 這就侮辱屍體罪 最後判了她死刑 所以整天都說 找婦婆找婦婆 但其實有沒有想過 賺婦婆的錢不太好賺 又漂亮又年輕的 用不著找你 付錢包得起你的 是甚麼人自己心裡有數 而且根據網路上所傳的資訊 婦婆是玩得非常瘋狂 不要說一晚要做多少次 甚至乎網路上流傳著一句說話 就是說婦婆都是元素法師 甚麼叫元素法師 就說她們喜歡玩火 玩兵 總之就是所有恐怖的事 網路上也有不同的詞語 就說婦婆 最出名的就是婦婆快樂球 婦婆快樂火 這些你自己都可以上網找一找 所以賺婦婆錢這一行 都不是那麼容易賺的 大家如果是想賺這些錢的話 勸大家都是死了這條心 今集跟大家先看到這裏 大家有甚麼想說的話 下面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